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王俊凯在海边拍的照片曝光,颜值成亮点 相信大家还记得王俊凯去台湾参演周杰伦和刘更洪制作的电影《赤诈风云》的情景 大家还记得吧?可以说,小凯和周杰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与其说是偶像粉丝关系,不如说是朋友关系 周杰伦一直将王俊凯视为朋友,而同样作为周杰伦嘉宾出现的小凯 也受到了周杰伦本人的高度社会关怀 周杰伦开的服装店特地关门了,就是为了让小凯舒服地挑选衣服 免得小凯被陌生人打扰 此外,他还特地请好朋友刘更洪带小凯去台湾逛夜市 一行人玩得很开心 近日,一张小凯与刘更洪、助理小马等四人的合照在台湾某海滩上晒出 整张照片的色调淡淡的,有点初恋的味道 尤其是小凯的造型更显青春妩媚 说不出的帅 在这张照片中,王俊凯的出现是亮点 路人看到这张照片 忍不住说王俊凯的脸真会打架 随着年龄的增长 王俊凯的脸真的是越来越精致了,而且越长越阳光 很多人评价王俊凯现在的长相 说小凯的脸很稚嫩,一看就很青春阳光 就像大家心中的初恋男神 小凯的脸又小又瘦 只有脸上的婴儿肥让他看起来有些还自弃 但是有一个王俊凯男粉喜欢王俊凯 因为王俊凯的脸长得像女生,我们的小凯也是个萌帅帅气的酷萌小男孩 看着小凯在沙滩上的这张照片,很多人开始吐槽王俊凯的帅气面孔 好想看他演一段天真烂漫的爱情故事 没错,小凯现在19岁了,已经成年了 他该上演感情戏了 以前他年纪小做不到 现在他的两个好兄弟千玺和王源都揭拍了感情戏 游戏结束了,小凯却没有 这着实让人有些担心 不过以小凯现在的人气,这么高的知名度 想必很多导演都喜欢上了他 估计很多剧本都给了王俊凯的经纪人 这只是为了小凯的未来发展 小凯的经纪人和王俊凯团队 一定要慎重成熟的挑选好剧本 而且一定是适合小凯的剧本 此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演绎甜蜜的感情戏 还不如看自己的爱豆呢 真是过瘾又吃醋 王俊凯曾表示 他现在和女孩子聊天会有点不自在 但和杨子、蒋梦杰一起上节目的时候 他玩得很开心 小凯的心理局限不得不消失 接下来,期待小凯的第一部感情戏吧